贺岁片《澳门风云2》2月10号来到珍珍的赌城澳门举行首映礼 不过第一男主角发歌周润发就没有现身 剩下刘嘉玲、张家辉两名主角 还有王金和刘伟强两位导演成场 不过四人缺少了发歌的压阵 张家辉跟刘嘉玲已经足够制造话题 其实我在赌场风云2的戏份当中 跟嘉玲解释没有真的对手戏 只有擦身而过的几句对白 但是当然我希望有机会能够跟她合作一个片 因为刚才我在台上跟她拍照的时候 看上那个荧幕看到我跟她的 其实我跟她也挺配的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觉得应该可以跟她合作一个片吧 情侣片? 当然当然当然 是不是有点激情的戏法呢? 最好吧 张家辉说的可能只是客套话 在片中真正跟刘嘉玲有亲热场面的还是发歌 我不知道为什么从开拍到现在 大家都是很注重这场戏 接吻戏 我觉得我们这个电影里面有很多很好看的场面 很好看的镜头 比如说周润发板小丑啊 打boxing啊 张家辉把自己吃到不知道像什么样子啊 我觉得如果我是观众进去看 值回票价应该很欢乐的 那接吻其实很小儿科的事情 果然是见惯大场面的嘉玲姐 连接吻这么激烈的场面都是为小儿科 不过当晚媒体朋友问到老公梁朝伟 为什么不出现时 嘉玲姐就叫媒体不要吓我 看来嘉玲姐最在乎的还是违在 被问到即将到来的情人节跟亲节怎么过时 刘嘉玲就表示会留在香港 哪都不想去 对啊 可能这些都是小孩子庆祝的日子吧 年纪大了好像要求越来越简单 舒服自在最重要 他可能会去滑雪我不知道啊 我肯定要休息一下吧 我喜欢啊 我喜欢 但是我今年都太忙了 让自己休息一下 YES娱乐新闻中心澳门报道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